接下來還有講到陳姓宏 陳姓宏當充贏家陳姓宏 就是我們股市提款機的作者 不隨市場起舞才能判斷正確 他的一些看,他的一些操作的心得 當充贏家陳姓宏在11月底 也會出版他的第二本著作 第二本著作我相信大家期待已久 因為為了寫這本著作 他也比較少在網路上活動 我相信在這本書出版的期間 大家很喜歡陳姓宏當充贏家 也會到網路上來多多的跟網友分享他的一些操作的心得 有興趣的朋友除了看他第一本 《股市提款機》的這本書以外 也要注意他第二本新書上市的時間 再來也是我們聚財網上 這邊還有特地提到聚財網上面的祈豐 祈豐大哥 祈豐好像也有到我們的聚財線上來過 祈豐大哥也 他是補教業界的 他自己也有說 他在我們聚財身上也來過 大家也可以查一下祈豐在聚財線上的資料 他也有在這個《荊州刊》上面 除了說我們本來我們的作家 《獵豹公賀》多大哥他自己已經有部落格 他在媒體的知名度都很夠之外 其實我們的作者在我們這邊做出版 或即便不出版像我們看到剛剛祈豐 那也都會受到現在的媒體主流的注意 那我想不是每一個人在網路上寫東西都希望能夠出名 我們看到很多人也用筆名 但是其實我覺得 跟大家分享 除了在網路上分享 能夠或者是出版新書 跟人家分享你的操作的心得以外 也可以在媒體上看到自己的一些專訪內容 我覺得這是一件相當開心的事情 那我希望說網路上的這個投資朋友 能夠多多給我們聚財網的作者 多一些鼓勵 然後還有我們那個上面有打分數 可以多打一點分數 如果你覺得文章寫得不錯 多給一點分數 那或者是你自己的這個操作 有一些心得的話 也可以不利於分享給我們這個網友 那我相信在透過聚財網 在我們台灣有聚財網的存在 我們可以讓這個投資人呢 不要受到這個媒體 受到這個電視上的老師 受到一些投信的出來的 在媒體上宣傳他們投資裡面 我們可以不用聽他們的 我們可以多跟網友這個討論 那這樣子越討論越多人討論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各種事情 各種投資的狀況 打台灣的局勢 我們可以討論得更清楚 而不是受到這些媒體影響左右 那今天這邊我們出版的時間 我簡單介紹到這邊 那接下來呢 因為最近來加入聚財網的網友非常的多 那我們也做了一個Email認證的 聚財網上也做了一個Email認證的新功能 那我在這邊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過去早期聚財網註冊會員 跟很多網站一樣 就是我直接加入註冊會員 就可以註冊了 那直到聚財網出版第一本書的時候 我們開始加入了有這個點數 開卡的這個功能 我們把這個 這個需要加入會員的門檻 拉到需要在聚財網上付費600元 那我們會送800點的聚財點數 我送你付費600塊的話 我們可以加入這個會員 或者是買聚財資訊出版的書 我們在每一本書的後面 最後一頁會附上聚財點數貼紙 各位把那個影粉刮開之後 然後就可以利用它上面的序號 來加入我們的聚財網會員 所以在之前呢 過去多年前呢 我們有兩種加入的會員方式 一種就是在聚財網的商城上面 購買加入會員 另外一個就是去買聚財網出 聚財資訊出版的書 那在去年初呢 我們加入了去全家便利商店 買聚財點數的功能 所以各位網友如果缺點數 或者是想加入會員 你又不想買 又懶得去買書 可能書局不是很方便 然後又不想在線上刷卡 或轉帳那麼麻煩 其實可以直接到全家便利商店 你只要告訴他說 你要買聚財點數 聚財點數 那可能店員會知道 可能店員搞不清楚 沒關係 他那邊有一個目錄 他會給你翻一翻 你看到這個聚財點數 直接去全家便利商店買 說你要買聚財點數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我們加入會員 或者是買點數 現在有三種方式 第一就是 在聚財商城 聚財網上的商城直接購買 第二就是去買一本聚財網的書 最後面都有附點數的貼紙 第三就是到全家便利商店 去告訴他你要買聚財點數 我相信這樣已經非常的方便了 那 現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又多了一樣工作要做 就是要做email的認證 才可以回覆 發表文章 那就是說 會員在註冊的時候呢 你email一定要填寫正確 那你註冊完之後呢 我會發一個email認證的信到你的信箱 你只要按一下之後 你這個帳號才可以正常的發表你的文章 不然的話呢 他是這個帳號的 你登入之後 他是無法發文的 但是其他的會員功能都是正常 那這個認證只是讓你可以正確的發文而已 那其實過去的email 因為沒有確實的做認證 那其實有很多是不正確的email 有可能是故意亂填 有可能是填錯了 那也有可能是email過去再用 現在已經沒有再用了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各位看我們網路上的 右上方 或者是各位登入你的這個 會員專區裡面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email認證的功能存在 會員專區裡面 那你只要說 你現在透過email認證 我們還送你20點的聚財金幣 好 那我們會陸續要求 希望說網友可以先去把這個email認證下來 好 那這個如果沒有email認證的 我們會在一段期間裡面 會限制住這個發言的功能 好 希望說每一位發言的網友 都有確實的email認證 好 那這樣子在我們的這個 會員的管理上面 好 以及我們在通知會員的一些訊息 好 包括我們悄悄化會通知我們的這個聚財集交所成交 會通知才會有更正確的資訊提供給各位網友 好 那希望各位網友呢 能夠去這個認證 那有朋友要加入聚財網會員的話呢 你也可以告訴他 其實有三種方式 一個直接在聚財網上買 一個去這個買書 最後面有負責的點數 第三個就是到全家便利商店 好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加入會員這三種方式 希望各位網友可以多加利用 好 那 我想今天的這個聚財線上呢 好 節目就到這邊 那很感謝各位網友 好 這長時間對我們聚財網的這個支持 好 那 我除了這個聚財線上 我希望各位 大家還可以關心一下 我們每個禮拜五播出的 掌握時機賺大錢的這個節目 好 那個節目我們每週都請 萬瑞君 萬大哥 好 也就是翻身還有挖靠 這就是中國的作者 好 他可以來到他都每週都會來到 這個掌握時機賺大錢的節目上呢 來跟各位網友分享 兩岸的這些局勢跟這個新聞的這個發展 好 那 我一直 從六月的那個節目開播以來到現在 只要每週都準時 好 收看我們那個節目 然後去思考你應該如何投資的投資朋友 我相信都是本波賺最多的這個投資朋友 好 那因為兩岸的關係 好 千變萬化 而且進展速度非常的快 那我們 我們自己呢 一般人對於兩岸關係沒有這麼密切的 其實沒有辦法 這麼的深入去了解兩岸的局勢到底如何 那我們透過每週的這個掌握時機賺大錢的節目呢 都可以從萬瑞君萬大哥身上能夠挖到很多包 好 能夠 從他的觀點 他在兩岸的觀點 其實 他不只從台灣的觀點看大陸 好 因為他是 他等於是兩岸的觀察 趨勢觀察一下 他也會從大陸觀點看台灣 我們這樣子來看 我們來分析事情 才會非常的透徹 那當然我一直強調說 因為 兩岸總是會牽扯到一些政治的問題 那 其實 我在主持那個節目的時候 我都盡量控制著 不要去談論到政治相關的話題 當然有時候沒辦法 是需要 需要 政治因為影響到一些經濟的局勢 那 但是我們都不做政治上面批評 我們唯一的 唯一的目的就是 要掌握那個時機來賺大錢 因為局勢 我們 我們個人 整個發展 兩岸發展 我們是沒有辦法控制的 但是 我們可以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抓到時機好好賺錢 像豐大講的 格局有多大 成就就有多大 那這就是我們投資最重要的 最大的目的 好 那今天我們繼續來現場的節目就到此 謝謝各位網友的收看 謝謝